金山湾区妈妈教室于3月3日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举行了一场生活讲座 邀请了全球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 矽谷美华科技商会会长继华人特殊儿童之友 前理事长胡立明博士作为讲者 此次讲座旨在探讨矽谷创业成功人士如何高效能的规划事业与人生 并取得双赢的秘诀 所以你知道带这些小孩虽然很辛苦 但是呢 像我儿子每天过得快乐 我也觉得说 我看到我儿子快乐 我就觉得说 人生其他还有什么要这么在乎的呢 后来我小孩子顺利成功 长得很快乐 就一直学习 上大学 然后我就发现说 其实人生就说 人生有两件事 有几件事情 就是要平衡生活跟工作的话 自己排二级很重要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说 不要跟别人比较 因为都是跟自己比较 那第三个 理想跟现实常常有很大差距 但当你接受了现实以后 你就发现说 人生是充满了理想 充满了机会 因为我后来 后来公思成小孩子也进入了 所以我非常热爱人生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以前我都要放弃掉的 那现在任何事情 我每天都觉得说 人生呢 就是 我生活中就说我打球打得不好 但是呢 我打得很高兴 那我喜欢滑雪 我去做健康的运动 那我能够回馈社会 帮助别人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我都做得很高兴 那当你自己做得很高兴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我发现 创业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叫做 Likeability 人家都喜欢你 人家就会帮忙你 那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 碰到困难 那时候就说 小孩子病症 然后我 我太太那时候忧郁症 后来变成发展成百波了 然后呢 我妈妈老年痴呆 我们讲好像在阿兹海默症 所以呢 其实呢 其实每个人生活中就说 你要做比较的时候 我宁愿不要赚很多钱 我宁愿说 解决这些身边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 当我转过来 我可以看到说 我可以看到说 这个人生是一个平衡 不要跟别人比较 那我自己跟自己比较 我发现说 我的这个 expectation 很低 我能够这个 享受我喝酒啊 我可以去这个 出去玩啊 我可以教很多 最重要是我教了 我会有很多好朋友呢 那我就觉得说 这些都是比 这些都是纯靠努力是得不到的 那就是态度问题 此次讲座是金山湾区妈妈教室 《卢编句话》系列活动之一 相信与胡利明博士的面对面交流 并回答许多妈妈提问的问题 带给听众宝贵的经验和启发 并帮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